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元首可能还要实现互访 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尽管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教派冲突 伊朗和沙特的地缘政治矛盾都由来已久 想要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共同繁荣 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但这毕竟是一个好的开头 沙特和伊朗的积极对话 引发了中东国家的大和解风潮 三天以后 3月13日 伊朗外交部就表态了 事实证明 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分歧和误会是有效的 我们还愿意跟巴林和解 又过了几天 3月19日 叙利亚总统巴萨阿萨德 前往阿联酋进行国事访问 这又是一个什叶派国家和逊尼派国家和解的积极信号 对于我们来讲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在逆全球化加剧 世界经济面临严重挑战的时刻 中东地区的和解氛围就像一股春风 抚慰了人心 当然 在这个温暖人心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气氛主诉来搞乖一下 比方说 3月17日 前英国首相托尼布拉尔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明确表态 20年前 而且我们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是正义的 是啊 我们确实捏造了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 但抛开事实不谈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伊拉克人民带去自由民主 这跟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不一样啊 我们是给一个国家带去民主 俄罗斯是侵略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是正义的 俄罗斯是邪恶的 看上去 布莱尔的表态 跟中东地区的和解氛围风马牛不相及 然而两者之间是有历史关系的 总之伊朗和沙特这对宿敌愿意和解 这是近半个月来最热门的话题 王晓老师 金苍尔老师都录制了相关视频 获得了大家的关注 我脸皮厚 也来蹭把热点 这个热点我还真能蹭一蹭 2016年1月2日 沙特宣布处决47名所谓的恐怖分子 其中有一个人叫做尼姆尔 是沙特国内的一个非常有名的 什叶派宗教学者 也是沙特政府的异见人士 那伊朗人民肯定不干呀 纷纷聚集在沙特驻伊朗大使馆门口 贡献燃烧瓶 也就点着了沙特大使馆 沙特以伊朗政府纵容犯罪分子 闯入和使馆纵火为由 宣布跟伊朗断交 这也带动了多个阿拉伯国家跟伊朗断交 但是我们都知道 尼姆尔事件只是一根导火索 造成两国断交的根本原因 还是什叶派势力向西的快速扩张 引发了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强烈不满 2004年12月 约旦国王阿普多勒二世 就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 讲过一句名言 中东正在形成一个 从伊朗至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 有些地方也把它议成什叶派之湖 说起来还要感谢美国人 伊拉克是一个什叶派的发强地 60%的人口都信奉什叶派 什叶派两个重要的圣地 侯赛因木和阿里清真寺都在伊拉克 萨达姆在的时候还压着伊拉克的什叶派 美国人把刷登给灭了 这就在伊拉克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 填补进来的当然是占当地人口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 伊拉克什叶派大抬头 还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其他海湾国家的什叶派也纷纷抬头 所以这一切不都是美国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但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 美国人又不傻 套用彭城结构的话说 我都知道美国人肯定也知道 当年萨达姆肯定也知道美国人知道 那美国人为什么还要砸进去无数的金钱和血汗 为苏敌伊朗人做嫁衣呢 事实上美国人生根中东多年 尤其是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 在伊拉克战争以前就做了系统的评估 伊拉克的什叶派是亲西方的温和世俗主义力量 他们向往美国的民主体制 跟伊朗是有很多矛盾的 伊拉克的什叶派会支持我们推翻萨达姆政权 也会在战后伊拉克的重建工作中帮助我们 这个结论不是美国人一拍脑门就冒出来的 他们是有现实依据的 同样 什叶派知乎的形成也不是一帆风顺 不是萨达姆政府一垮台 伊朗的势力就直接跟伊拉克的什叶派连成一体了 我这一期就给大家解答这样一些问题 什叶派知乎是怎么形成的 伊朗和沙特的阿拉伯等国家分别在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它对于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请大家注意 什叶派知乎的核心是伊朗与海湾国家什叶派的复杂关系 讲到这里我顺带向大家八卦一下 你们觉得苏莱曼尼帅不帅 觉得帅的扣一 觉得不帅的扣二 2020年1月3日 苏莱曼尼被美军刺杀 新闻吵得沸沸扬扬 我有两位女同事就在私下说 苏莱曼尼好帅 当然目测看我这个视频的应该是以男同志为主 审美肯定跟女同志不一样 但不管大家觉得他帅不帅 大概都会承认 苏莱曼尼的形象很慢 很汉子 有点像好莱坞那种硬派男明星的味道 其实不止苏莱曼尼 伊朗还是比较盛产帅哥美女的 反正帅哥美女的比例肯定比隔壁的阿拉伯国家高 有些人不就喜欢拿着几张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前的美女照片鼓吹 你看哈什巴列尾王朝好多么开明包容吗 我讲这些绝对不仅仅只是为了八卦或者水时长 而是要提醒大家一点 伊朗人在这方面对沙特阿拉伯人是有优越感的 这种优越感不仅体现在人种相貌 也来自历史的传统 波斯帝国历史上多牛逼 当波斯成为文明古国的时候 阿拉伯人还在吃草呢 所以我们在理解伊朗和什叶派之虎的关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对矛盾 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 到底哪个认同占据优势 他们是在意什叶派穆斯林的身份呢 还是在意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身份 这两种身份的消长在不同的时期是不一样的 我在这里就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现代意义上的伊拉克诞生于1921年8月 跟大多数殖民地一样 伊拉克不是自然形成的 而是西方殖民者深造出来的 永远不要忘了戴因帝国的大却大德 伊拉克不是什叶派三多数吗 那我就从卖家的哈希姆家族当中 挑为一个血统高贵的逊尼派当国王 史称费萨尔一世 1932年伊拉克独立 但英国人并没有真正离开 他们通过暗中操纵少数派国王 来控制伊拉克局势 请大家注意 这就开创了伊拉克的政治模式 作为少数派的逊尼派 统治多数派的什叶派和库尔德人 一直持续到萨达姆政权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 革命以后的伊朗开始向周边阿拉伯国家输出革命 尤其是在两伊战争爆发以后 伊朗就在伊拉克策动了一系列的什叶派造反 这个时候伊朗跟海湾的阿拉伯国家什叶派 关系是比较紧密的 宗教认同往往超越了民族认同 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 1989年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去世 这给伊朗的打击非常大 因为伊朗找不出一个教内地位和号召力 能够跟霍梅尼比肩的人了 尽管伊朗的宣传机构开足马力 营造哈梅内伊的高大形象 但问题是在伊拉克 教内地位比哈梅内伊高的还有好几个呢 总之 一是因为两伊战争破坏巨大 二是因为伊朗在宗教上的号召力减退 在霍梅尼去世以后 伊朗逐步放弃了输出革命的道路 转而跟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和解 但问题是 萨达姆还在伊拉克国内镇压什叶派呀 伊朗放弃输出革命 这不就相当于把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给抛弃了吗 在这个过程中 民族认同开始渐渐抬头 逐步高过了宗教认同 1990年8月2日 萨达姆的军队开进科威特海湾战争爆发 1991年1月16日 美国正式向伊拉克开战 美国总统老布什就号召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起来造反 推翻萨达姆政权 2月26日 萨达姆被迫宣布停火 两天以后 2月28日 双方达成停火协议 海湾战争结束 就在同一天 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起义了 仅仅半个月功夫 就几乎控制了整个伊拉克南部地区 其余军的口号就是 推翻萨达姆政权建立自由民主的三权分离体制 与此同时 北方的库尔德人也在3月份起义了 这下萨达姆就慌了 先不管北方的库尔德人 调集重兵先镇压南边的什叶派 坦克飞机大炮开道 仅仅在什叶派的圣城纳杰夫和喀尔巴拉就屠杀了超过3万人 美国人什么反应呢 没反应 当初美国人号召什叶派起义 真等什叶派起义了 他们见死不救了 视为美利坚伊系什叶派 什叶派最高等级的教法学家 称为大阿雅图拉 霍梅尼死后 最德高望重的大阿雅图拉叫做胡依 常年住在伊拉克纳杰夫 当时都已经是92岁了 这个人一心从事伊斯兰经典研究 对于政治没什么兴趣的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胡依参与了这次大起义 然而萨达姆的军队一冲进纳杰夫 就把胡依滴漏到巴格达 逼他公开发表电视讲话谴责起义军都是暴徒 还公开祈祷真主永远赞美萨达姆总统 胡依的讲话严重打击了起义军的士气 大大加速了起义的失败 这还没完 萨达姆随后又软禁了胡依 第二年八月 胡依在家中去世 享年93岁 胡依死了以后 伊拉克还有四个大阿雅图拉 三个不关心政治 还有一个萨迪克萨德尔 是一个政治行动派 比较推崇霍米尼的道路 胡依死后 一大批信徒就转到了他名下 萨达姆对萨德尔先拉拢 拉拢不成再打击 后来索性在1999年的2月18日 派人在路上埋伏 乱枪打死了他和两个儿子 萨德尔被杀以后 伊拉克什叶派形成了一股叫做 萨德尔运动的地下抵抗势力 这股势力对于2003年以后的 伊拉克政局影响是很大的 公正的说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萨达姆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但问题是 美国人在战后 却连一个像样的混蛋都拿不出来 在萨达姆的血腥统治下 伊拉克的什叶派一方面团结起来 另一方面到处寻求外援 伊朗现在是指望不上了 那去找谁 美国人 其中有一个什叶派的反抗组织 比较有代表性 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 简称伊格韦 这个组织原来是伊朗支持的 这个时候也去找美国 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 这些流亡海外的伊拉克什叶派反政府组织 在美国人的撮合之下联合起来了 毕竟美国人看样子是要推翻萨达姆 谁都想在战后分一半根啊 所以从1991年海湾战争 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这十多年的时间里 是伊拉克什叶派最亲美的时候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萨达姆 根据现在披露的资料 早在1989年萨达姆开始流露出反美迹象的时候 中央情报局就开始接触流亡海外的伊拉克什叶派反政府组织了 但这个时候的接触只是试探性质的 1993年克林顿上台 双方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 尤其是1996年中央情报局曾经策划过一场推翻萨达姆的政变 失败了 美国人意识到没有什叶派的帮忙 伊拉克的问题还真搞不定 因此1998年10月 美国国会通过了解放伊拉克法案 拨款9700万美元 为伊拉克反对派建造营地提供武器 前面提到的一个委就是资助对象之一 911事件以后 美国军方可情报部门跟伊拉克什叶派反政府组织的互动就更加频繁了 但就是这种频繁让双方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待 美国人高估了什叶派的世俗化程度和亲西方程度 而什叶派则高估了美国人的民主许诺 更重要的是 美国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些流亡海外的什叶派反对者是不作数的 真正具有号召力的人 不是那些流亡海外的异见人士 而是伊拉克国内的大阿雅图拉 尤其是一个叫做西斯塔尼的人 注意西斯塔尼不仅是当时伊拉克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大阿雅图拉 而且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大阿雅图拉 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 4月8日美军打进了什叶派的大本营纳杰夫 这个时候西斯塔尼就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 呼吁什叶派穆斯林不要干预美军的行动 这让美国人高兴得不得了 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威茨就赞扬西斯塔尼的声明是第一个亲美的法特瓦 法特瓦是指教法裁判 但问题是西斯塔尼的声明根本不是法特瓦 所以你看美国人是有多傲慢 你压根就不了解人家 就说人家亲美 4月20日 西斯塔尼又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 严厉谴责了当地人枪抢财务的行为 然后一大批实验派穆斯林就乖乖的把财务交还回去了 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威望是有多高了 尽管西斯塔尼本人不参与政治 但是美国人要在伊拉克搞民主实验 这个人是绕不开的呀 然后美国人觉得不对了 我们要是借助实验派宗教力量搞民主 那出来的不就是另外一个伊朗吗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新闻隔三差五报道 什么小布什讲话绝不能接受一个政教合一的实验派穆斯林国家 所以美国人很快就让西斯塔尼等大亚图拉和伊格维等实验派组织失望了 美国人没有搞简单的一人一票 而是搞了一个分而置之的政治体制 总统库尔德人 议长逊尼派 总理实验派 尽管总理权力最大 但这个安排跟实验派战前的预想差距很大 视为美利坚二系实验派 慎重的说 这个设计糟糕透顶 他把伊拉克的教派分歧上升到了政治体制层面 从此伊拉克里巴嫩花了 今天伊拉克坐着这么一大片油田 但他的人民却艰难困苦 美国人一厢情愿的愚蠢设计是要负首要责任的 总之随着萨达姆这个共同敌人的垮台 伊拉克实验派跟美国人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 双方的毛巾顿逐渐凸显了起来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伊拉克实验派会重新投靠伊朗呢 并没有 在这个时候民族认同仍然高于宗教认同 伊拉克实验派觉得本教派的基地在伊拉克呀 你哈梅内依算老几 比比西斯塔尼就是个弟弟 伊朗人则觉得 我们才是真正的实验派国家呀 我们的历史多么悠久 你拉伯人怎么跟我比 双方的分歧仍然是很大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沙特等海湾国家却帮了伊朗的大忙 为什么呢 萨达姆没了 伊拉克地区的实验派迅速抬头 这给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实验派带来了很大的示范效应 这些海湾王国或者酋长国压根不会在乎本国的实验派跟伊朗到底什么关系 只要实验派抬头 那就是对自己统治造成威胁 那为什么不把本国实验派一杆子都打成里通外国分子呢 所以2004年12月 约旦国王阿卜多拉二世会公开鼓吹 中东正在形成一个从伊朗到黎巴嫩的实验派新月 这个实验派新月到底存不存在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约旦沙特要让人们觉得它一定存在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世界上本没有什么实验派新月实验派之虎 但是染的人多了 也就真的有了 时间来到了2011年 这一年爆发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在2010年12月17日 图尼斯 一位叫做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小摊贩 被警察没收了他的小推车 一位女市政官还当场抽了他两巴掌 不堪忍受的布瓦吉吉跑去投诉 但没有人搭理他呀 因路之下 焦气油自焚浪 这是一根导火索 很快引燃了整个阿拉伯世界 2011年1月14日 图尼斯总统本阿里下台 2月11日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 在这里我要严肃负责的告诉大家 中文互联网上大多数 关于阿拉伯之春的描述 都是严重违背事实的 这场骚乱 并不是美国政府煽动策划的 在伊斯兰世界的大多数地区 民主等于反美国 反以色列 本阿里 穆巴拉克恰恰是两个 亲美独裁政权 美国政府脑子净死了 在自己走狗的地盘上 煽动一场反对自己的运动 穆巴拉克和本阿里政权垮台的 根本原因 是他们当初接受了美国顾问的建议 盲目的推行了激进的 新自由主义化改革 更让美国政府感到尴尬的是 当中央情报局和军方 正在为突尼斯和埃及的骚乱焦虑的不得了的时候 美国各路NGO 比如什么 美国国际发展署自由之家等等 却因为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狂热 和对于完成KPI指标的狂热 跑去给伊斯兰民粹势力塞钱了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奥巴马政府果断的抛弃了自己的两个爪牙 所以给美国政府当小弟也是蛮危险的 讲到这里我忍不住多吐槽几句 我们要坚持爱国主义立场 我本人就很反对美西方霸权 但在具体问题上一定要实事求是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不能太功利的 哦我今天跟美国关系不好了 什么脏水都往美国头上扑 要是哪天跟美国关系缓和了 跟俄罗斯出了一点问题 是不是要自己打自己的脸呢 事实上当时最积极的恰恰是伊朗 电视台天天滚动 报道阿拉伯世界的骚乱 奥巴马政府可以果断的 抛弃穆巴拉克本阿里 但他不可能抛弃海湾产油国的 巴林也闹失了呀 要是他垮了就完了 沙特出兵巴林 把骚乱镇压掉去了 美国政府一声不肯 但是民主的排放还是要立的 怎么立 当时巴林的示威者打出旗号 没有逊尼派 没有实业派 只有巴林人 但是我不管 你就是伊朗的走狗 根本不是什么民主运动 我说你是就是 说你不是就不是 在美国的支持下 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 把所有的示威和骚乱 通通打成伊朗的阴谋 通过掀起排斥实业派的运动 来对冲骚乱 这其实是对伊朗有利的呀 一下子帮助伊朗解决了团结实业派的难题 这个时候 教派认同又重新超越了民族认同 当火烧到了叙利亚以后 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巴萨尔政府信奉的阿拉伯派 在实业派内部 本来是比较边缘的一时 这时候也不管什么边缘不边缘了 叙利亚的内战 很快就演变成了 实业派和逊尼派的一次对决 美国政府当然是站在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家这边的 但它在叙利亚问题上也是雷声大雨点小 叫的是很凶 时不时发泄导弹打一打 不要表态 但是对阿萨德政府不伤筋动骨的 美国人有两个顾虑 一个是如果卷入叙利亚的内战 那么跟俄罗斯的冲突就直接化了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另一个不那么明显 但同样重要 阿萨德政府是少数派 犹他执政 叙利亚国内的基督徒和库尔德人 是被拉拢的对象 还享有权利 国家还能维持世俗化的状态 一旦他垮台 多数派逊尼派上台 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这是没法控制的 这也是美国政府顾虑重重的原因之一 回顾了上面的过程 再看本次中东大和解的国际政治意义 就会更加明确了 伊朗和沙特恢复外交关系 叙利亚总统巴塞尔对阿联酋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对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后 什叶派和逊尼派纷争的一次修复 尽管和解的道路还很漫长 但它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头 祝愿中东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顺利 也祝愿伊斯兰文明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改革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加开放包容 谢谢大家的意见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